運動類的氣喘吁吁 就是為了維持完美體態 想要瘦身 除了運動健身外 入口食物也得精挑細選 但吃什麼才能越吃越苗條 最新研究發現 燕麥和大麥吃了最能夠減肥 分子量夠 具有膳食纖維的作用 可是它又不會被吸收 所以它是有保持感 常常很多減肥的人 把它當作一個取代的代菜 研究指出各種植物纖維 對於腸道微生物群的影響 發現燕麥和大麥有共同點 就是含有β蒲聚糖 它是一種多糖 也是膳食纖維 存在於真菌類 還有穀物類 除了燕麥 大麥和小麥等穀物 還有特定菌類 如烏龍 香菇 林芝 還有冬蟲夏草 以及特定的烘焙橡母菌當中 可以促進腸道蠕動 幫助排鞭 還有維持消化到機能 長久下來體態變得更完美 體重也能獲得控制 另外甜滋滋的芒果 怕胖的人竟然也可以大口大口品嘗 吃了還會降血糖 研究顯示肥胖患者 每天使用100大卡新鮮芒果 肝臟化炎指數均顯著降低 而抗氧化能力還顯著增加 衣食研判是裡面含有質化素 纖維素 吃了不但不會增加血糖 胰島素阻抗還會下降 正常人一天配合三餐 每次可以吃到一個拳頭量 糖尿病患者吃了也同樣有效用嗎 大概可能一天只能吃個一次 不會血糖一天的波動太大 醫師指出芒果吃下度是有事後反應的 會壓抑下一餐的血糖 糖尿病患可以吃芒果 只不過依舊要適量攝取 記者潘建仁郭醫生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請按讚